好重视花莲学子暑期公读环境的安全跟社会公益精神的养成 门诺机构与台湾电力公司共同策办的希望种子计划 迈入第18年了 10号上午举行了史业试 录取的20位来自各大专院校的学员 共同宣示期盼能够在过程当中成长学习 也促进对花莲弱势和常备的关怀 有台电和门诺医院合办的第18届 希望种子计划 今年总报名人数超过200人 最终选出20名学员 12日举行实业试 涉及花莲目前就读各大专院校的学员 来自不同家庭 将其一起至8月11日 安排到上官单位公读学习 每周一至周五 每天8小时共27天 特别安排32个小时社会服务体验 预计将可领到38000元的薪资 我是后来才知道报名人数这么多 就那时候就看到录取 因为有录取的时间 然后就录取的时间我就马上有上网查 就是有点像是在放榜 然后就上去查 然后就很开心 就是看到自己的名字在上面 而且在我期许想要去的发展部 然后就觉得就非常的开心 然后就马上截图 然后传到家庭群柱 跟家人分享这好消息 我觉得这些的经验对大家都 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而且有贡献有价值 那也希望在这个六个礼拜的学习里头 因为我看到了 大家都是来自各个不同的校院 那各种不同的科系 可以在这边一起 在这个暑假里头 用这样子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 去丰富你的这个人生 丰富你未来的可能影响你未来的路 那我希望这些东西对大家来讲 要珍惜这个时候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互相的帮忙 那台电公司在这边 我们也是要感谢 那我们会持续的跟着这样的一个 门落这样的一个合作 也希望看到种子的持续的一个成长 各位希望种子在你们 有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在台电18年来这么多的爱心 你们能够在这里学习 也请起你们 我个人是很深的意识到 未来人机合体的科技整合 绝对是起始 所以我们能够继续在台电的爱心之下 刚好门落有一部分这样的转型 希望你们也在这个当中 更有启发 让你们未来 因着台电这样的资助 门落主管这样的安排 让你们在为了人生走的路上 更参见自己的将来跟自己的兴趣 包含回国的种子学员 也分享种子计划对未来护理工作的帮助 台电公众服务处也表示 未来也可规划到台电花联居住等多个单位交流观摩 累积不同经验 门落提到 期盼学员珍惜功读机会 发挥种子精神 相互学习与成长 将所学回归家乡 贡献社会 了解弱势族群 换起同学对社会角落的主动关怀与重视 接着长帮远华联居报导 继续